背景警戴着肘铐上手铐 戴着安全帽走在最前头的 32岁流姓主贤 以及37岁的流姓共犯 19岁的实姓共犯 涉嫌台中七七豪宅 虐待殴打26岁的水姓男子 导致死亡 检察官20号将涉案三轮 火速一杀人未毒等罪 向法院申请积压禁件 21号凌晨4年左右才定获准 将被害人拘禁于案发处所 期间以铝制球棒 电极棒等器物施与殴打 凌虐所犯为死刑 无期徒刑或最新本刑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有相当理由认为有逃亡 还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 犯案三轮遭挤压禁件 再次回到殡仪馆不见灵堂 原本放置许姓死者零号的牌子 也已经默默撤掉 最了解许姓死者户籍地 在新北石定 当地理长透露 许姓死者家里经营宫庙三代同堂 但爸爸跟祖父两年前 接连过世 如今许姓死者离世 消息传回邻里 也让邻居很错愕 而这次命案会曝光 是因为豪宅飘出浓浓塑胶味 邻居报警 远景一进门 看到许姓死者倒在餐厅地上 全身是伤 明显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后宣告不治 进一步调查 他跟刘姓主嫌有毒品债务周分 遭囚禁捆绑络殴打 还有人拿手机拍摄 现场三人当场逮捕 更从监视器发现 另一名未成年先行离开 也寻显歹人 本院法官考量 被告三人涉案的情节 及犯罪的手段 危害社会治安甚至 非与羁押显难进行 后续的追溯审判程序 有羁押的必要 均禁止接见通信 32岁的流行主嫌 追讨欠款不成 伙同朋友 把26岁的许姓死者 凌虐私刑拘禁致死 还涉嫌强制适用第二级毒品 可能有串供之余 16小时内被抓 隔天羁押近见 未成年部分 由警方移送台中订阅少年法庭 第一遍新闻 陈鸿逸领轩 台中报道